华语篮球世界 2022年1月25日 领航者不敌金牛指四连胜 周一晚上 CBA常规赛第27轮 浙江金牛对阵深圳领航者 无钱贡献21分和6次助攻 拉高西域斩下15分和13个篮板 经过四节比拼 最终浙江金牛以90比78轻松战胜深圳领航者 首节上来 陆文博率先突破上篮得手 吴子涵强杀篮下 遭杀伤为深圳领航者打破僵局 两队开场的命中率都不算高 卢鹏与命中急停跳投 苏林格的最后一弓被切掉 未能形成出手 首节结束 浙江金牛25比24领先深圳领航者 次节开局 两队依旧沉迷三分 但是深圳领航者的手感并不好 王一博里突外头连续得分 帮助浙江金牛取得领先 神子杰篮下终于为深圳领航者打破僵局 贺西宁界掩护投进中距离 就在深圳领航者要启示的时候 朱旭航和城帅彭连中远投 无钱的外线出手同样造成三分犯规 浙江金牛一波11比0的小高潮将分差拉开到两位数 半场战罢 浙江金牛49比38领先深圳领航者 一边再战 浙江金牛继续扩大住自己的领先优势 下半场进行了四分钟之后 深圳领航者终于由吴子涵跳投打破僵局 神子杰禁区内二次进攻得手 陆文博外线射进三分 随后又快下将球打进 深圳领航者则在进攻端显得办法不多 只能依靠沈子杰和苏灵格在篮下 强攻勉强得分 三节结束 浙江金牛73比50领先深圳领航者 末节上来 卢鹏宇乱战中得球强攻打成2加1 朱旭航湖顶终于续上手感命中远投 杨林一突破到罚球线头尽中距离 双方分差依旧莫有缩小 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深圳领航者竟然派出全华班阵容 荣子峰和卢鹏宇相继迎助防守打成2加1 深圳领航者一波10比0的小高潮破进比分 吴前湖顶终于射进止血三分 浙江金牛始终保持著两位数的领先优势 莫游给对手任何机会 最终浙江金牛轻取深圳领航者 终结了后者的四连胜 感谢你收听华语篮球世界 谢谢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